粵的部分是處於心中一切的問題 一起讀第四點 不讓人和環境破壞神的完美計劃 就是不要讓人和環境破壞神的完美計劃 這件事實上是很多人受傷害受影響的地方 我剛剛跟一個人聊天 因為聽到他跟某個人相處時有些怒氣 有些發蠻症 接著我就說發蠻症會影響我們 影響我們不能夠平靜 很難生命充滿 很難繼續得力 因為一旦不開心人就會影響 這個人的反應也顯示很多人的反應 純粹我講這個例子是一個建立大家 他的反應正常人都會發怒 這是事實來的 我們就是活在神的裏面 我們就超越普通人的程度 因為普通人就是 經常為自己 被自己的情緒影響 被人影響 如果我們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說很難保持聖年充滿 是一個高度的保持聖年充滿 有些人保持聖年充滿他們去到什麼程度 是一天很長的時間祈禱 而他是很少接觸外面的世界 盡量只是接觸神 讓他們的心裏面完全沒有影響 來專注在神裏面 這樣的時候 這個聖年恩高 是會加強一直到最高的程度 但是很多人來說是很難做到這件事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是什麼呢 就是學習怎樣 就算人對我們不好 我們都不受他的影響 而得性有餘 在裏面得著平安喜樂 得著力量 首先就是人在成長的時候 是很自然會依靠人的 很自然 你小時候媽媽照顧你 你當然很依賴她 也都被對方影響了 那譬如有些媽媽是容易發脾氣的 那時候呢 媽媽不開心 那個寶寶就會受影響 他就知道媽媽不開心 在這樣的情況長大 他是很容易以後都會有情緒 如果媽媽有情緒的話 小女長大都很容易會有情緒的 那這個是人成長的時候 是通常來說 都是一定是依賴人的 小時候一定會是這樣的情況 那但是這種情況呢 其實很多時候成長都一樣是這樣 就是我們都很 體重不同依賴的 體重我們周圍的人 我們的家人 如果家人有什麼發生 我們都會很不開心 或者家人說的話 我們就很遠受影響 但是這樣的時候呢 這個人就會時時波動 尤其當他家人是有問題的時候 他的情緒就會又起又伏 那就很難和神保持一種心的關係 那人有很多限制 因為他有罪 有自私 其實我剛才說到家人父母 其實父母是全世界最大愛心的了 就是說人來說 是最大愛心對我們 是沒有條件的 就算丈夫和妻子呢 都很容易受對方的行為受影響 以致那種愛心就會減少的 但是依然最好的人 或者很多不是那麼好的人 都會有罪有自私 還有他的能力有限 因為他本身是 他不是全能的 很多是他做不到的 他的智慧有限 壽命都有限的 所以依賴人 是不能夠一直依賴到底 而聖經的教導 和我們的經驗是相反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 和普通人的做法相反的 我們一起讀 《以賽亞書2章22節》 《你榮憂要依靠世人》 《他避孔裡不過有氣息》 《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麼呢?》 即是不要依靠世人 因為他避孔裡不過有氣息 當他一無的時候 他什麼都做不到 就算他不是離世 他病 他病或者他煩惱 他已經是很受影響 因為一個人 是真的沒有可誇之處的 所以聖經教我們是不要依靠人 不要依靠王子和君王 唯有依靠神的 但是我們和人的關係是怎樣 我們是祝福 很多人就很難了 只是祝福 不依靠他 那你說 那肯有關係 肯有互相互助 有互助 但是呢 當他沒有做到他應該做的時候 我們的心裏都不受他影響 那這個就是重點了 因為對方一定會有失落的 有些事情是沒有做到的 我們認識的人 是不是都有一些地方沒有做到的 本來他做開 他忽然間沒有做 或者他經常都脫漏的 那我們就會受影響了 那時候 我怎樣能夠保持這種平安喜樂呢 我自己呢 就在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我就 初頭就經歷能力 後來就經歷喜樂 一旗珍島就有喜樂 那我就是 在經歷喜樂的時候 我就留意到 幾時補喜樂 就是有人說一些說話 負面的人 我就馬上發現 那些喜樂就失去 那我就馬上處理 處理完就算他不肯改變 如果我有錯我認錯 如果他是他的堅持 我都 我就說我處理了 那我就放手了 放手我就轉身 我就 感謝神 讚美神 我就重生在喜樂裡面 如果我時時受人影響 我可以說 很多次都會受人影響 我是不能夠保持到這個聖靈充滿的 我希望大家看到 就是神裡面 得住的討告 常常喜樂 那意思是什麼 就是能夠時時不受人影響 但是要祝福他們 而我們深信世上 所有一切都是神給我們 所以我們不用依靠人的 詩篇二十四篇一節 一起同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都屬於我 一切都是神給我們的 所以神給我們的 是沒有問題的 健康都是神給我們的 神會給我們的力量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受人 應該不用依賴人了 五種因為人而產生的問題 第一就是給人的看法 行動和關係影響 如果有人說 唉 你都是不行的 你做了做不到的 會不會受影響 多數人馬上受影響 但我們要學到 他說我不行 不要緊 在神裡面 神會興起那些愚絕的 叫智慧的羞愧 這個就是高度的 他明明說你不行 但你說不要緊 他說你做得不夠好 你說所求於管家事要他有忠心 我忠心神已經喜悅了 這樣的時候 就算他不歡迎我 神歡迎我就可以了 但是人不歡迎我 需要不需要處理 需要處理 但是處理的時候 不要讓他打低 並且這樣 不要讓他打低完之後再起 多數人是這樣的 打低完之後再起 然後就 哎呀好慘好慘 哎呀好淒涼好淒涼 哎呀好辛苦 然後呢 哎呀 找盡了個人的方法 慢慢慢慢起 然後又再打低 又再慢慢起 那時候就很淒涼了 我的教導是說 不給他影響 他一說的話 不當作一回事 因為不把他的說話看為真理 人是會說 因為他有罪性 所以他會說一些不好的說話 罪人會說罪的話 我們不用放在心上 但這件事是很多人覺得很難 因為為什麼呢 心是習慣了依賴人 以及依賴人的看法 他不接受我 嘩不行 譬如你的老闆 不喜歡你 就覺得嘩 很慘 當然我沒有說 你一定要留在那個老闆 不喜歡你的地方做工 但是 譬如他又想請你 不過他又不喜歡你 那我們就會很受影響的 那有時候有些情況 我們都是避免不了 人家 有些人會不喜歡我們 或者不是老闆 是一個同事 有些人是因為同事不喜歡 所以離職 因為他那份工很喜歡 不過有人不喜歡他 於是他離職 因為覺得很辛苦 但是你可以當他的不喜歡 是他的問題 不是我的問題 那時候呢 你就可以得勝 那我欺奏得勝的過程 神是用了我十多年的時間 1998年呢 我經歷聖年充滿 已經即時帶領聖年做 是很強烈 聖年因高的 但是神用了我十多年的時間去處理 以至呢 我能夠看著一個人 他一邊說負面說話 我一邊分析他所說的話 一邊聽呢 我會去想 我沒有錯 我錯認錯 如果我沒有錯呢 我就會說這個人呢 他容易發怒 容易說負面說話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我一邊去祝福他 一邊去問神 我怎樣去幫他呢 怎樣去回應他呢 我會一邊去說的話呢 我不會將他看為是真理 但是很多人就當為是真理 所以呢 就會很淒涼的 當我們能夠這樣的時候呢 你是不會受人影響 但是祝福人喔 大家見到我 是整天都關心人 但是我不受人影響 這兩個分子 很清呢 是幾難的 但是有些人說 我什麼人都不理 全部個個都是死的 我有我 我又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是說他死的 我是說他很寶貴 不過他有罪性情 罪性情會犯罪 我是這樣分開 但是我是覺得他很寶貴 我一樣祝福 以前也有些人逼迫我 但我一樣是祝福他 我記得他都是笑 都是說正面的說話的 那這個就是德性 以善性惡 就是教我們 第一就是給他看法 行動 或者跟我們的關係影響 第二 譬如 夫妻關係 這個夫妻關係是最難的 可以說 是最難 因為是最埋伸 但是呢 如果我們靠著神 就算他對我不好 我依然對他好 是有機會改變 第一 要怪自己 為何要跟他結婚 你跟他結婚 你跟他結婚 那是你自己選的 所以未結婚 那些千萬不要選未信耶穌 每人跟他結婚 而且你分清楚 不要說是信耶穌 就馬上去 一定是看清楚 我不介意跟你做婚前的輔導 當然我不能有次子做 我是不介意去做 因為這個會幫你一輩子 所以你不要心急 但是多數人 找我做婚前的輔導 他已經決定 一定要結婚 無論別人怎麼說 他都依然堅持 這個是我們自己 不要覺得 一定要結婚的 還有有個人喜歡你 哇 或是沒有別人喜歡我 那將來沒有機會 不要這樣想 你愛神神一定為你預備 不用這麼心急的 但是已經入了婚姻了 你沒有辦法出來 那你就不要反悔了 你就不斷 你如果每天都對他笑笑口 他雖然罵完你 你一樣是這樣對他好 又說好的話 他是會被你影響的 他遲早覺得 罵你沒有什麼忍 他罵你呢 你又看著他 但你又不生氣 你又 我會留心的 那他就會覺得 還有你真的跟他說話 可以跟他真心說 我都想我們婚姻好一點好不好呢 開心一點好不好呢 那他如果願意好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一步步這樣進 那也都 我將來都會講多些婚姻的 或者過度依賴人了 這個是很多人覺得 譬如中國人說的 女人靠誰呢 靠老公 靠兒子 小時候靠爸爸 總是靠人的 這個中國人的觀念 但其實我們不是的 所以有些女人 當她的丈夫 離世 兒子有什麼事 她就覺得很失望 其實 我們不能夠依靠人的 總是會令我們失望 我們依靠那個 為同的神 但我們 他對我們好是好 我們要感謝 就不是說你不要那些關係 我們要 但是當他不好的時候 我們不受他影響 但一樣 接納那個人 很多人就不是了 他對我不好 反面了 不理他 不理他 不跟他溝通 那這個又不是聖經的方法 或者擔負 有些子女 又不聽話 又讀書又不讀 又不做工 就一輩子揹著那個擔子 要等到兒子聽話才開心 有時等不到 等也都等不到 他等也都不乖 那時候 你一輩子都不開心嗎 所以你不要等你的家人變好 你想等你的老公 或者老婆變好 可能等不到那日子 他始終都是這樣 你可以做的 你盡量去對他好 他亦都會 溝通的時候 慢慢會調教 但不要單是等 第三 就是對人過高的期望 其實有些人的關係 可以很高的期望 其實我跟我太太之間 她的期望很高 我太太對我的期望很高 不過她用一個很柔和的態度 還有她知道我是什麼人 她知道我去到這個程度 她完全沒有任何的壓制方法 令我對她這麼好的 她是用愛的方法吸引我對她好的 但她的期望是很高度的 即她不是就是 即我可以說 我認識這麼多夫妻來講 我都見不到 即是那種關係的深入 她期望我的程度 但她是用一個很愛的方法 令我好享受她的做法 但有時你的對象不是這樣的時候 你不能夠期望她是這麼好的 也有時人容易因為人而情緒化 另外第五種 以上四種是被人影響 第五種就是我們對人沒有愛心 不建立關係 這是第五種問題 好了 我們講這個第一種 就是被人的看法行動和關係影響 這個可以說是 是人都會經歷過這件事 我自己經歷過這件事 個個都經歷過這件事 就是別人不喜歡 當一個人不喜歡我們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難處理 我們第一就是搞定自己不給她的影響 第二 一樣對她好 慢慢希望改變她 但她始終不喜歡我們 我們始終說 神喜歡我就夠了 這件事很多人很難做得到的 我們需要每天都告訴自己 神喜歡我 神很愛我 神真的好 神很簡單 神總是愛人 是很簡單的 神裡面不複雜的 人是複雜的 有句話是神給我的 神給我很多不同的說話 討神歡喜容易過討人歡喜 討神歡喜很簡單 你就是順靠祂 親近祂 祂就很喜歡的了 你跟從祂祂就很喜歡 但是人呢 你做了之後 他又說你有沒有做這件事 你做了這件事呢 他又說我做那件事 做了這件事 做得不夠好 就是人總是有很多的要求 但是呢 我們要學習 人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不要給他影響 他接不接受我 不要緊的 或者人的批評 人的情緒 人的冷漠 我們就覺得很慘 他冷漠 他有一個冰山 譬如你上班有一個冰山 你就有一個冰山 那你自己是可以做暖山 他有冰山 都沒有所謂的 他就冰到夠了 那你一樣是看到他 一一樣打招呼 一一樣打招呼 一一樣是 跟他做好的說話 那這個說好的說話 那這個是 真是 是得性的 我們覺得不被人接納的時候 就會怕了 怕失敗 怕失敗 為甚麼呢 他不幫我便失敗 老闆不幫我便失敗 人不知做我便沒有錢 那時候我們是依靠人 我們去到的程度 一切的供應是在乎神 當彼拉多審耶穌的時候 彼拉多說 為甚麼你不回答我的問題 你知道我有權釘你 實際上也有權放你 但耶穌說 如果不是上頭賜給你 你斷沒有有權兵扮我 耶穌一點都不怕他 但你不要跟老闆說這句話 如果不是上頭賜給你 你斷沒有權兵炒我 我炒給你看 這句話不是我們去說的 但耶穌在他的情況下 因為耶穌都預了你釘十字架 他預了釘 不要緊 他亦都說出一個真理 耶穌當時說出一個真理 但我老闆怕失敗 如果老闆不幫我 人不幫我便慘 但我們不是代表我們隨意得失人 我們是盡量每一個關係都保持 不要以為這個人可以隨意得失 將來有另一個人 不是的 我們一個人得失的時候 我們遲早會沒有朋友 我們也視乎路一樣 不要隨意 我就走了 劈炮 跟他翻臉 劈炮 不要這樣想 他可以把你的話傳開 你很難搞的 如果你離職的時候 你會發脾氣 做一些錯事 他將你傳開的時候 你將來很難找到 適合或者工作的機會 所以我們不用怕人 又不用很大的反應 為甚麼人會怕人 很大的反應 是裏面的潛意識 有一種依賴性 還有一種潛意識 有一種怒氣 不順眼 不腳 裏面就要報復回 或者是覺得沒有人接立 覺得無助 孤單 人生無義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有這些 很多很複雜的感覺 亦都入了潛意識 因為從小時候開始 結果裏面可以說 英文有一句說話 It's a can of worms 開了罐的時候 你又開個罐頭 拿點東西吃 怎知道整罐都是蟲來的 我們的心裏面 有時候有些人 整罐都是蟲 很多傷害 很多負面想法 很容易受傷害 很容易被人擊傷 我以前有一次 在我的教會 前面那裏 我就告訴他 他有一張椅子放在那裏 我說 我們那張椅子就不要放上來 立即有一個人 答我說 不是我擺的 我都沒有說誰擺 我又不知道誰擺 我又不計較誰擺 但他立即反應 為什麼呢 因為他被人說過很多次 當他被家人說錯多 他就變了 很容易會 Defensive 智慧性 很容易有什麼事 他就會覺得別人說他 這就是我們可能會有的情況 詩篇118篇第6節 一起讀一下 有些人說 幫助我 我便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麽樣呢 然後這句說話 我希望大家記得 幫我 全能的神幫我 我不用怕 人能把我怎麽樣 人能夠做些什麽事呢 沒有一個人能夠傷害到我 就算傷害身體 不能夠殺我的靈魂 所以我們 什麽都不怕 這樣的時候 即是有什麽事發生 神已經記在身邊擦上 神已經有計劃 怎麽做法 那麽你說 那麽你說 有些情況 譬如是受迫迫 真的會被打 真的會死 但神都知道 神都知道 神都會保守 可能真是被殺 但在我心裏都打 預算了 打那時痛 我便求主耶穌拿走那痛 如果真是痛 那我便更加叫我迫切倚靠神 因為神最想愛 什麽情況都是依靠神 就是神的心意 是好痛好痛 那麽你不斷依靠神 那麽你就會容易忘記那些痛楚 亦都在那時 神更加喜悅 你被人打 都依靠神 神很喜悅 我心裏面就是這樣想的 就是死 又不怕 就算他拖長那個 那個折磨 我都說 遲早人呢 其實折磨不太久 就會死的 所以不要緊的 我心裏告訴自己 你都可以求神 早早折磨靈魂 當你的心這樣的時候 病又不怕 痛又不怕 死又不怕 是沒有一件事怕的 我曾經有個意念 因為有些人 都給了一些負面說話給我 那我就想 因爲我曾經說過 我不怕迫白 我說 比較迫白 這個人的傷害 算不算很大呢 那我就想一想 都不算大 因爲迫白那些 又打又鬧 又困住你 放在你那裏 睡地下 又濕的地下 或者睡在一個泥洞 這樣折磨 那你現在有沒有人 是受這些折磨的 沒有的 即是沒有一個人 你的家人是這樣折磨你的 所以你想一下的時候 是沒有那麼緊要的 其實都不是很難頂的 不過我們的心裏面 接受不了 所以人能版就是這樣 創世紀50章20節一起讀 從前裏面的意思是害我 但神的意思是原始好的 要保存很多意思 成就今天的光景 是 約瑟 他被這個歌出賣 其實在人來說 他是真的很絕望 但是呢 他居然說 你們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始好的 那很特別的 就是約瑟給他的歌出賣 去到 埃及地 又要學新的語言 又要做奴隸 但他立刻做得很好 有爺華與他同在 即是他經常親近神 以至呢 他百事順利 我們看得到很特別 就是約瑟呢 本來受迫伯 應該就會敗怨 應該就會失去信心 應該就會不親近神 但是約瑟在這個時候 更加親近神 更加有力量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你困難的時候 就是你更加依靠神的時候 其實我這十幾年 在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是有一段長的時間 是受不同的 負面的說話影響的 但我在那個時間 我不斷依靠神 是叫我能夠更加成長 能夠經歷到這個輕鬆得性 我都希望大家 能夠經歷這個輕鬆得性 有些人 要是早來的 即是之前一開始課程 已經聽過這一課的 但可能也有一點點不同 大家就會想 我有沒有用到呢 聽完了 有沒有用到呢 還是受人影響呢 我是真的刻意的 有任何一講一句負面說話 譬如今次短孫 是有一個人 他是去執一句說話 但我聽到之後 我就當一個提醒 也有另一個人 他的表情是非常之 即是一看一看出 他很有怒氣 但我依然很平靜 很平靜地去面對 那他整班 其實全班 那些領袖 都很接受我 都不斷說我說話 你不用說 我接受你的說話 多謝你的提醒 即是那些人不接受 那些人說 要先不要這樣說 我說 不要緊 我接受你的說話 多謝你的提醒 即是我說的沒有所謂 提醒就照著他做 這個就是一個看法 不要緊的 人說什麼說話不要緊 神總有他的美意 加勒提書一章十節一起讀 我現在是要得的心 我喜善土人的不喜歡 若營救土人的喜歡 我就不是基督的牧人 即是說我們侍奉的時候 到底我們是看人 看看因為人所以做 因為人不喜歡 我一樣照做 那些人是我不喜歡的 應該這樣說 他不喜歡我的 我們應該有些人我們不喜歡 即是我們心裏 是沒有一些人我們不喜歡 個個都喜歡的 是他不喜歡我的 但我依然是 討神的歡喜 也是 在合乎聖經的範圍 討祂的歡喜 討祂的歡喜 討祂的歡喜是沒有錯的 即是我們令到那些人 得到幫助是歡喜的 沒有問題 不過我不是討祂的歡喜 我不是要得到祂的歡喜 我是得神的歡喜 但我是樂意去祝福 任何一個人 不是去討人的歡喜 以賽孫五十一章十二節 一起讀一下 唯有我 是開來門的 你是誰 竟怕那要變而草的人 的世人 人都是必死 要變好像草一樣的 世人都要過去 所有人都要過去 其實我們自己都發現 自己的身體 即是好像我這樣 自然後會發現身體上 有些跟我以前是很不一樣的 很出奇 二十幾歲的人都說 唉我大了 我只有十幾歲 那時候很不一樣 即是二十幾歲已經開始有些不同了 三十幾歲更加覺得不同 那麼 突跳是五十幾歲 六十幾歲 通常來說是一個突跳的 通常來說是很明顯的 但是有些人說 不過他還有很多年很兇 這個人很兇 但是神 如果神要收他的話 神是隨時可以做的 他做任何事都是神容許的 我不用怕 有些人說 為何神快點收了他呢 但是 這些事情都是讓我們更加依靠神的 這個世界 如果神要收他 也要收你 有些人說 他這麼不好 神快點罰了他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神都說 你也是不好 我馬上又要處理你 那時候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 所以神經的一句說話 就是不要論斷人 因為你用什麼說話 論斷人 你就論斷自己 有些說不是 他明明他是比較壞 他比較壞 他罵人多 那你有沒有罵過人呢 他說謊多 你有沒有說謊呢 他任何犯一個罪 可以肯定我們沒有一個人 是從來沒有犯過的 所以我們不要說 那個人這麼壞 快點神罰他 因為神說 OK 我罰他 我都追到你的罪的時候 那我們就不行了 所以我們的心裏面 沒有一個判斷的心 你都知道人 遲早一日 他都是離世 而且神如果要收一個人 他是即時可以收回的 我們發現一些人物 他離世的時間是特別早的 阿力山大帝 他很厲害 他攻擊全世界 他攻擊全世界 當時的世界 但是他也是30歲 鬆一點就死了 拿破崙就不是30多歲 那麼 李小龍 我們中國人很認識 李小龍就很厲害 他還有這個 那套電影就叫死亡遊戲 為什麼那套電影都沒拍完呢 33歲就死了 當日我見到 身體行街時 李小龍暴斃 哇 昨晚才見他上電視 第二天就暴斃 真是覺得是不可能的 那也有 一個歌星 有很多人都喜歡他的 可能你都會猜到誰 在台唱得很激烈 今天掉下去死了 他真的唱得很好的 但是 人以為他很厲害的時候 可以忽然間沒有了 所以這個真是人 是沒有可誇之處 好了 這個處理方法 神給我一個方法 很簡單的 但是你千萬要用 一定要用對 如果一個傻佬說你是傻佬 罵你 你會不會放在心上呢 你不會 因為你知道他傻 但是為什麼普通人罵你 你會放在心上呢 因為你覺得他是正常 但是當我們知道 世人都是有罪性情 罪人就是會傷害人 他不是一定要傻的 至於罪人就會傷害人 還有人總是有地方 他是做得不夠好的 當你這樣接納的時候 他罵你的時候 你就不當作一回事 就是一個重點 就是不當作一回事 有一個處理情緒的ABC A就是發生的事情 引發你有一個反應 B就是你的信念 C就是你的後果 當你覺得人應該正常 當你見到人正常 就會不開心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 他不開心 為什麼他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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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蠢啊 這麼沒用啊 為什麼不理人啊 總是為什麼他會這樣 就是接受不到他這樣 但是當我們接受到 人就是這樣 你就不會覺得 一件大事的 我都是這樣的 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樣的 那你就不會覺得很大 但是人總是 將人對自己 就覺得很重的 但是有時候 我們傷了人 我們就沒有看得那麼重 所以求主幫我們 真的呢 接受 傻佬會罵人 罪人會罵人 就不放在心上 但是同時祝福他 這個就是難了 就是說 不給他影響 但是同時為他祈禱 也同時求神 讓我們智慧怎樣處理 是需要處理的 譬如你家人經常罵你 譬如 怎樣處理呢 第一件可以做的就是 你會將他的說話 放在心上 你都去找出他 為什麼不開心 你聆聽他不開心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有些地方 很想得到 或者很關注的地方 然後你就用智慧怎樣去回應 這個是每一個情況不同的 每一種情況是不同的 有些情況呢 是需要你聆聽他 關心他 他就會說出他的困難 接著呢 你就可以 就是 就可以解決到 譬如有時候 他說 我經常說話你都不聽 我們可以解決到 有些情況 是他的看法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 是很難改變的 但是這句說話 我希望大家記得 但是你千萬不要 心罵他是 傻佬 就是他一直罵你 你不要說他是傻佬 你說他是傻佬 這句就犯了 總之我們犯一罪 我們就拆毀自己所見逐 所以我們的心 一路祝福他 一路不是就助他 我們要分辨 就是人的負面說話 和傷害性說話 是魔鬼使用的火箭 很多人很喜歡說 受攻擊 聖經有說的 保羅他那根刺 是撒旦的使者要攻擊他 但是我就覺得有時候 很多人就覺得 受攻擊好像很難處理 但是其實你是靠著耶穌 是可以處理到的 就是不要把攻擊捍衛這麼嚴重 譬如人家罵你 他的處理方法是甚麼呢 你在神裡面有喜樂 你不將他放那一回事 他是攻擊我 他的而且一個攻擊 你不當一回事 就沒事了 他罵完你的說話 一會兒就消失了 不用放在心上 如果你周圍有一個人 經常會罵你 你的心已經預料到他會罵你 你預料到他會罵你 他罵你 你又覺得不出奇 今天都已經預料到他會罵我 你不放在心上 你就平常心去對他 回應他 你就不會那麼緊張 記得這就是一個負面的攻擊 這個攻擊 你不放在心上 是不會相信你的 即是說你覺得他重要 有時我們看錯的人 就越容易受傷 譬如在這個聚會 我希望這個聚會 全然是愛心的 但是有時有個人 譬如說句話 說句話 說你做得不好 而令到你受傷 我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他未必真的有心的 但有時有句說話 我們就會中了他的詭計 就是中了他 打到他心裡面 哇 基督徒也是這樣的 或者有一天 你聽到我講句話 因為我心急 或者一些事情很急 忽然說句話彈出來 我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而牧師都是這樣的 我以後都不追求 四年充滿了 即是你不要出去 黏在一起 你都沒有 以後都不理了 即是有時人心急 說句話 你受落就是火箭 你不受落 沒事的 不要緊 即是有時呢 另一個方法就是 看自己不要看 你很厲害 人家說句話有什麼所謂 就有他講 講完就算數 那你不看得自己這麼厲害 就沒事的 負面說話我們要劃清界線 不是那個人 那個人就不要劃清界線 但是這個人罵他 盾牌擋住 這個不要的 這句話不要 但是同時祝福對方 這個就是個鑰匙了 人的負面說話 留在空氣中 有多久呢 其實一秒都不夠 一個字 留在空氣中 一秒都不夠 但是可以留在人的心中 多久呢 是可以一世 有些人一世人 受一句話的傷害 永遠受傷害 其實很不值 可能那個人不是心想的 但是那個人以後受傷一世 你說真的很不值 而那個人都說 我真的不是想傷你的 但是有時候人都很敏感 一句話 譬如 我們都聽過一些故事 有些人 譬如他面部 有些地方特別醜怪 譬如說 口歪了 那個人說一句話 小小的 那個人口歪的 譬如有個口歪的 他說我 那個口歪的那個人 那個人好像我一樣 他又不喜歡我 立刻就很敏感 就是剛剛 挖證 他的倉花 其實 不用那麼緊張的 沒有什麼所謂 那些說話不死得的 不死得的 還有很多時候 人不知道互相攻擊 是兩敗俱傷 是傷輸 你想是傷贏還是傷輸呢 他明明是不好的 我怎麼可以傷贏呢 起碼你對他好 慢慢慢慢 他會改變 都有希望改變 但你用負面說話對他 有沒有希望改變呢 沒有 你用負面說話 他永遠都會不好的 任何的都是 你想他乖 你罵他是不是會乖一點 不會乖一點 你對他好一點 可能會改變 你想丈夫對你好一點 你越是對他不好 他越是不會聽你的 但你越是對他柔和 有一天他會聽你的 負面的說話要怎樣 要倒出來 不要反覆思想 但很多人呢 是反覆思想 一世人 時時反覆思想 其實很淒涼 真的很淒涼 因為他反覆吃垃圾 不斷照啊照啊照啊 照到出味 照到幾十年還在照 何必呢 是吧 所以呢 大家嘗試把以往的東西放手 同時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搖書 傷害我們的人 那怎樣搖書呢 第一 想到其實我們得罪神了很多次 我們得罪神的次數 遠比這個人得罪我們多 人得罪我們多少次呢 如果一個人得罪你十次都很多 一百次一千次一萬次 都很多的 很少人得罪你一萬次的 不過有時相處人相處就會很多的 相處近的那些會很多 但是 我們得罪神的次數一定多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每天犯罪 繼續犯罪的 得罪神是很多次數的 所以我們想 其實神赦免這麼多次 神赦免這麼多 我搖書他都是不難的 第二 體恤張岸的人 其實他都受了很多傷害 其實他都很淒涼 其實他都被人罵了很多 他被人罵到 冒了 瘀了 所以他會找人罵 有時呢 我們聽回他的故事 問問他的故事 小時候他怎樣被人傷害 我們就看上去 就不說 是呀你以前 被人罵 底裏 補回你現在罵人 你現在罵人 就是以前被人 你 就是 所以以前小時候被人罵 但我們不是 我們可以說 你小時候真的受了很多傷害 你真的很孤单 很不开心 这样成长 他觉得你关心他 他可能忽然间对你软了性 忽然间 以后对于你是很温和的 看出他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三 放开一些伤害 哎呀算得什么 他骂你算得什么 他拿了些钱 你又可以赚回 你失了什么都可以拿回 就算失的是感情 或者失了是婚姻 是失了就是失了 都没办法的 那你只能够放手 已经失了是不能拿回头的 那你就放手 你放手就可以得意志 放手以后亲近神就得意志 有严恕他就得意志 你不放手 永滅不得意志 放手 我们可以放手 所有伤害 不要紧要的 第四 不严恕人自己受苦 何必自己受苦呢 其实很受苦 有一本书叫 Forgive and Forget 他讲到一个丈夫 有一个太太 那个太太有外遇 这个 通常来说丈夫有外遇 这个太太有外遇 那个丈夫就很难遥说 她的心就很重很重 很生气 越来越重 那么 这个假设的情况 他就见到天使 他问天使 为什么我的心这么重 他说你每一次不遥说 就有一颗石子放在你的心 每一次就要加粒 每一次加粒 越来越重 所以你现在很重很重 但是你每一次祝福他 遥说他 就会有一颗石子拿走 他一路祝福一路祝福 那些石子就轻了 圣灵都可以很快释放我们的心 所以不要输人是最惨的 不要输人的人是很痛苦的 是不是 还有不接受的人是很痛苦的 经常都说我丈夫我太太 经常都是这样 你接受不了是很凄凉的 我们尽量接受他对他好 求神去帮我们改变 第五 不要恕人不蒙神圣 这个最惨了 你不要恕人的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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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很凄凉 永远囚人是很凄凉的 今天所说的 不是很复杂的 基本上有几样的方法 什么呢 放手 放手 第一是分辨到人 人是罪人会说伤害说话 我们都会分辨到 当有人说伤害说话 我们分辨不同判断 或者是论断 分辨我知道他是这样 但是论断就是看死他 会说话说他不好 我们知道他不好 但是我们不需要说 我们的心知道 就小心防犯 但是心又祝福 这种心态是最好的 分辨到 有他说的说话 不要放弃心上 有时事 很重要 又早到晚 这个什么时候都需要的 经常告诉自己 神很爱我 神很疼我 神体重我的 神关心我的 神提升我的 神会大大祝福我的 经常都要跟自己讲 我都要经常跟自己讲的 我发觉 人不知为什么 其实我知道为什么 在一个人有罪 是经常都会 自己会不开心的 这两人 是没有试过这个经历的 这个有没有人 就是不会自己 无端抹视会不开心的 这个是 人人有的经历 这个有没有人 是没有这个经历的 没有的 个个都有 自己会不开心的 那我就想到一个对策 一起床就 感谢神 赞给神 神爱我 经常都讲恩典的说话 神爱我 神看了我 心里就 欢喜了 还有有负面的感觉 譬如说 负面的感觉 他又不喜欢我 我立即宣布 立即要找回英文 说antidotes antidotes是什么意思 你给蛇咬到 那你就有一个解药 他说我 他不喜欢我 不要紧 解药是什么 神喜欢我 神就喜欢他 我不给他影响 我就可以喜欢他 祝福他 慢慢他都会改变 这个是神的解药 有什么问题 总有解药 就用这个解药的方法去处理 和亲人神得力 然后选择 遥树和祝福 你的心就会常常舒服 你选择不遥树 和生人 那心是很辛苦 做人都做得很辛苦 是不是 有没有人觉得很辛苦 被人影响得很辛苦 你今天 我们一起祈祷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今天放手 今天放手 我们一起祈祷 在这一阵 你都问神 有什么人 你很难处理的 有什么人做过的事 你很难接受 很难放手的 在这一阵 我们向神说 祈祷 你是不是要继续 相输 相赢呢 是不是继续 还生他 还用不好的说话 对他呢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求主耶稣来到我们身上 去感动我们 去感动我们 因为耶稣说 我心里有和谦卑 耶稣是很有和的 耶稣不会生气他的敌人 他为敌人祷告 耶稣握是容易的 但只是轻散的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 教你卸灭我们的罪 我们被人影响 我们生气人 我们受伤害 我们心里面有高的期望 我们背着人的重担 以致我们的心里面 很多压力 很多不开心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在这一阵 放开这个怀抱 不要紧的 主耶稣不要紧 就算他是这样 不要紧的 这个人不好 不是神弄成他这样 是因为人的罪 但我们可以遥恕他 可以放手 神都使用这个人 去操练我们 神帮助我们 在这个过程 快快学到这个功课 就快快能够得胜有益 多谢耶稣 求耶稣赦念我们 我们不遥恕人的罪 我们生气人的罪 求耶稣帮助我们 完全得释放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大家今天一起宣告 我奉耶稣名宣告 奉耶稣名宣告 人能够伤我的灵魂 人做任何事 不能够伤到我的灵魂 我不需要怕他们 不需要受他们的影响 他们说的负面说话 很快就会消失 我不需要放弃心上 不需要反复思想 我可以反复思想 神的话语 反复思想神的爱 神的恩典 人说的说话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可以放手 我可以时时想着神的恩典 并且去祝福对方 看出他们的困难 看出他们的伤害 很多人都是受了很多伤害 所以就伤害人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去援助他们 去祝福他们 去看出他们 将神的爱带给更多人 以善成恶 以善成恶 不要以恶不恶 高姐听父 高姐听父 高姐听父